家用无边际泳池要怎么选才更合适呢? 1. 要看泳池的大小 无边际泳池通常安装在家庭院子、楼顶阳台、地下室、旅游民宿或会所等场所 由于受场地条件限制,无边际泳池尺寸一般较小 通常情况下无边际泳池长度在4至12米,宽度2.3米左右 泳池尺寸不同,是构成无边际泳池不同价格的重要因素 2. 要看泳池钢体采用什么材质 目前国内一体式无边际泳池尺体所用的亚克力板材有国产和进口两种 进口亚克力板在热稳定性、热塑性、防子外线性能等方面都有上加表现 尤其是对安装在户外的无边际泳池来说 进口亚克力材质的无边际泳池钢体耐用性更好 但价格比国产亚克力板材高 3. 要看是否功能升级 无边际泳池安装了逆流发声器 所以具备使持水定向流动功能 一体式无边际泳池可以根据人体形态 将SPA按摩椅与泳池钢体相结合 制造出具有SPA按摩功能的泳池 能带给使用者一种全新的健身感受 让您在工作、健身之余 充分享受水下按摩的激爽 让健身更快乐、更舒心 4. 要看泳池附属设备配置 泳池附属设备包括 循环系统、过滤系统、消毒杀菌系统、恒温系统等 这些泳池运行附属设备容量、品牌的不同选择 也是构成无边际泳池不同价格的重要因素 所以,一套无边际泳池的价格要根据泳池大小、钢体材质、功能是否升级 及附属设备配置而定 消费者可以将自己的具体需求跟厂家沟通 选择一款适合的 让他们为您提供建议 使您能以更小的投入享受更大的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